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超好看美食纪录片《菲尔来蹭饭》第一季,第一集 菲尔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吃货,他和他的团队来到了泰国曼谷 曼谷号称东方威尼斯,一下飞机他们立刻奔赴水上市场 上了一条颤巍巍的小船,泰义美国记者兼街头美食家给他当向导 这里是曼谷规模最大的一个水上市场,保留着五六十年前的生活方式 各种船只上售卖着各种商品,包括各种美食 菲尔可高兴了,他立刻买了一份烤香蕉 他吃了一口味道很nice,他感叹穿在签子上的食物都好吃 还有卖泰式炒和粉的,打上鸡蛋,撒上各种蔬菜和酱汁一通翻炒 这炒和粉还挺粘稠的,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两人端着盘子开吃,酱汁里有螺旺子果汁,所以成粉色 菲尔吃了两口,感觉Q弹清爽,还酸酸的 他大赞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泰式炒和粉了 再往前走,有卖船面的,粉丝和蔬菜装在照丽里用水烫熟 浇上煮着鱼丸等各种配料的汤汁 菲尔赶紧缩了一口,有肉桂和丁香的味道 还带着酸味,口感相当赞 他还贴心的给制片人投喂食物,制片人很辛苦,吃得很欢乐 一位大娘还送给菲尔两个用草叶编的花篮 纯手工制作,给菲尔感动的不要不要的,非要回赠点什么 但他什么都没有,只得亲吻了对方的手 他很幸福的说,他太爱这里了 吃了一圈后他上了岸,跑到附近一个很大的市场里继续寻觅好吃的 他首先看上了一款特色甜点 黏糊糊的样子,有点像海参 名字叫糯米八宝煎饼 把糯米面放在苹果上摊平 包裹用虾米、椰子、绿豆和芝麻混合的馅料 黏糊糊的一拽老肠 入口软软糯糯,香香甜甜的 面对众多美食,菲尔的眼睛忙得都快抽筋了 他还吃了椰子盛代 把椰子冰激凌球放在椰子壳里面 可以加各种顶料 菲尔加了南瓜和棕榈子 这个甜点真是太有特点了 菲尔吃的满嘴椰香 他感觉曼谷这座城市炎热 喧嚣拥挤,人山人海的 但人们都会对他微笑 人真的非常友善 他来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酒郎 很多国际大作家都来过这里 而菲尔来这里吃了个茶 而吃茶也少不了各种点心 他先捏了个塞进嘴里 一脚很辣,原来是咖喱味的 他又捏了个鸡蛋卷蟹肉的 味道很不错 他一块块吃的不亦乐乎的 而那个芒果糯米的是他的最爱 喝完茶,他约了一位作家 在一家夫妻经营的咖啡馆见面 南店主来自澳大利亚 老板娘是曼谷人 曾被评为亚洲最佳女厨 他们做的食物都非常beautiful 主打街头美食和鸡尾酒 那位有名的作家是英国人 同时也是邮寄作者和记者 他在世界各地生活过 但他最后选择在曼谷定居 此时招牌鸡尾酒端了上来 里面有鲜榨百香果汁 和泰式郎姆酒还有冰块 上面还放了个辣椒 而另一杯是含有泰式罗勒的爆米花酒 因为上面有一栏爆米花 香辣味的 两人举杯庆祝相逢 菲尔被鸡尾酒给刺激到了 口感很特别 随后金黄色的炸鸡皮端了上来 不含一点脂肪 看起来像硬壳铠甲 菲尔掰了一块吃 脆脆的香香的 不爱吃鸡皮的人 也一定会爱上的 作家说曼谷气温高又拥挤 但是晚上七八点出门 这里简直是一片乐土 这里包容性特强 泰国人绝不会打扰到你 不会干涉你 对你发好施令 更不会偷窥你的生活 而且这里的人很少有冲突 每个人都很和善 性格非常好 此时店主夫妇过来聊天 老板娘给菲尔推荐了 盐烤青鱼丸 说泰国人吃盐烤青鱼时 喜欢配着热米饭一起吃 所以他把青鱼和米饭 混合在一起揉成团 过一下油 炸制而成 菲尔咬了一口 确实不错 鱼米都很香 简称鱼米之香 接下来 菲尔又吃了许多街头小吃 他感觉曼谷的街头小吃 被誉为世界之罪 可不是浪得虚名 每一种都很经典 他坐上嘟嘟车 急持在夜晚曼谷的街头 来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 曼谷唐人街 在这里各式各样的美食 更让他眼花缭乱 他看到有个摊位前排着长队 他知道这家一定好吃 于是就开心的开始排队 结果排到了才发现 是一袋汤 连吸管都没有 只能回家喝了 他感觉身体里的蝉虫很不满意 之后他看到了卖鸭肉的 于是要了一碗鸭羹 里面放了鸭子的各种部位 加上粉丝和汤头 吃起来格外鲜浓 他很喜欢吃鸭羹 而且筷子使得也很溜 他好想住在唐人街附近 那样他天天都能来吃好吃的 泰国被誉为水果天堂 他很想尝尝榴莲 据说榴莲因为太臭 被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 所以没吃过榴莲的菲尔 决定试试 菲尔的团队在泰国的女助手 带菲尔去买榴莲 那种能当冷兵器的 大绿家伙就是 他们买了一块剥好的 菲尔闻了闻 感觉还好 然后一口塞进嘴里嚼起来 结果他说很好吃 说他还以为自己吃完 会倒地身亡呢 看来菲尔的进食系统相当强悍 之后菲尔又和作家 来到了位于鬼门区的一家餐厅 店主老太已经70多岁了 开了一辈子店 做饭时会戴个护目镜 为了保护眼睛 这样让他看起来像个飞行员 木柴铁锅做出来的菜 令老板娘声名远播 此时他正在做蟹肉蛋卷 将抄几一大碗鲜嫩的蟹肉 用鸡蛋液包裹 放到油锅里炸 一边炸一边卷成卷 然后再浇一层蛋液 让蟹肉和油隔绝 这样肉质会更加鲜嫩 将蟹肉蛋卷在锅里滚来滚去 很快颜色变得非常诱人 捞出来一刀切开 里面的蟹肉异常的鲜嫩 菲尔迫不及待的吃了一口 蛋香满满 蟹肉鲜亮 那种美味 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这是菲尔这辈子吃过的 最好吃的东西之一了 这个蟹肉蛋卷看起来是真不错 很想来两卷吃 此时老板娘又在做鲜虾酸辣汤了 锅里咕嘟嘟的冒着泡 四周烈焰蒸腾 很快鲜虾酸辣汤就端了上来 这碗汤让人食欲薄发 鲜虾嫩的就像脱了衣服在泡澡 这个是不是就是东鹰宫汤啊 那块超大的虾肉 嘴小的一口都进不去 他先咬了勺汤喝了一口 拉得他只咳嗽 但他仍忍不住一口口喝起来 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他还喊来工作人员一起喝汤 大家边吃虾边喝汤 越吃越开心 连摄影大哥都被塞了一只虾 大家鼓掌对老板娘表示感谢 菲尔热情的给了老板娘一个大大的拥抱 之后菲尔跟一位泰国著名厨师 去菜市场采购 这位厨师是亚洲50位顶尖厨师之一 擅长把现代工艺加入到泰国传统菜肴之中 著名厨师带菲尔来到孔迪吉市 这个菜市场超级大 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但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还有这个是什么 看起来有点头皮发麻呀 菲尔问为何泰国的水果比美国的好吃 厨师说泰国地处热带 气候和土壤催生了口感 使这里的水果鲜甜多汁 菲尔被龙眼吸引了 他剥了一个品尝 里面的果肉像水晶球一样 吃起来很甜很多汁 他很喜欢 而芒果是他最喜欢的 滑腻香甜没有渣子 而且他还超爱山竹 打开后里面是蒜瓣一样的白色果肉 微甜多汁 而且在冰箱里冻锅在吃 很像冰激凌 之后两人来到了著名厨师工作的餐厅 位于一座百年别墅内 他们吃了一道甜点 在铺开的芭蕉叶上 撒上椰子酱 放上新鲜椰丝 芝麻 糖和盐 浇上百香果酱 再加爆骨花 然后是面包屑 最后端来用巧克力做成的碗 使劲撒上叶蛋 弄得仙气飘飘的 最后却把好端端的巧克力碗 一下摔碎 呃 这难道就是破罐子破摔 菲尔很尴尬 心说 这是那种啥嘞 但他情商高啊 使劲鼓掌 说要吃光这个甜点 在离开曼谷的最后一夜 他来到了一位超级明星厨师的店里 明星厨师出生在印度 后来搬到了曼谷 开了家在亚洲名列第一的西餐厅 价格相当的不菲 而菲尔发现 转天就是泰国助手的生日了 他对助手说 明天就是你的生日 所以我要送给你一个惊喜 助手一听 难掩内心的激动 菲尔让他一起落座 说助手是今天的主角 而明星厨师表演了自己的最新大作 一套包含了25道菜的试吃套餐 第一道菜的造型 是放在黑木头上的蔬菜探球 上面撒着白色配料 助手吃了一口 感觉很惊奇 菲尔赶紧也吃起来 这个包含了洋葱 大蒜 姜 茄子的蔬菜探球 滋味很特别 但确实很好吃 下一道菜 是嫩豌豆 蘑菇卷 蘑菇卷放在绿色辣椒泥上 造型真是漂亮 明星厨师的艺术水准 烙高了 两人赶紧蘸了辣椒泥吃 味道真是不错 对得起它的价格 下一道菜 是用金枪鱼楠做的寿司 助手是第一次吃寿司 两人捏起来 一口塞进嘴里 高档金枪鱼肉 果然又香又鲜 好吃极了 接下来 是海胆芒果和芥末做的冰淇淋盛代 助手咔嚓咬了一大口 感觉那味道难以言表 看来助手不习惯吃寿司 然后是橘子和玉米滑芙饼干 两人吃完后直呼喜欢 接下来是结果木蛋糕 这是一道印度传统糕点 看上去不起眼 但还要在上面撒上可食用金箔 这就有点奢侈了 两人品尝后 感觉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豚金兽 试吃菜 每一道都品尝一小口 一共是25口 两人吃的不亦乐乎 感觉明星厨师可真会创造惊喜 助手感谢明星厨师 感谢菲尔给了他这么多美好的惊喜 菲尔果然是个贴心的人 转天菲尔来到了泰国北部最大的城市青麦 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 生活节奏相当悠闲 他们来到市中心的一家 叫咖喱青麦面的小店 这是著名厨师最喜欢的青麦面 由黄色鸡蛋面 新鲜本地肉 辣椒 和熬制24小时的椰汁咖喱高汤组成 还要放入酥脆的大米面条 再放上腌制的芥菜增加酸味 放上火葱增加辣味 如此搅拌一番 才发现里面还有个大鸡腿 搅拌均匀后 菲尔赶紧开吃 低口可能不太习惯 但是越吃越好吃 菲尔已经被彻底征服 吃完鸡肉面后 厨师又给菲尔上了一碗牛肉面 菲尔来者不拒 又搅拌了一番开吃 他越吃越开心 很快就缩完了两碗面 缩得很尽兴 菲尔高兴地拥抱了做面的师傅 表示感谢 他太爱这个1.5美元一碗的青麦面了 而离开泰国前 他去看了大象 跟大象一起嬉戏 爱开玩笑的菲尔变得老老实实的 怕大象把他的玩笑当真 而菲尔对泰国的印象 是香甜的 可口的 咸的 酸的 辣的 而泰国人开朗热情 心地善良 面带微笑 痛苦很少 据调查 泰国是世界上最不痛苦的国家 其后是新加坡和日本 本集中 好了 我要去吃面了 咕嘴白 下次见 有猴 Perform nephew czne 轻 阻